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 QR code 訂閱 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頻道倒數八天 美國大選川普現在天天痛批拜登的貪賭門 那這一場選戰幾乎打到反中大戰 對他來講是生死一戰 然而對反習派來講 美國的大選也是重要的政治攻防的戰場 這一次今天起五中全會召開 習近平仍然口號打的是打倒美帝 他說霸權霸道霸凌必將死路一條 而且這一次外界觀察 他在進出會場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是昂首闊步 離開的時候是步履蠻山 他的健康狀況 他的政治處境都是外界關心的重點 而北京當局會如何面對美國的選戰呢 這一次十四五計劃 直接立定一個目標 2035有一個全新的經濟戰略 然後內宣的主軸 仍然在打倒美帝上面 美帝真的會被打倒嗎 這背後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宋承恩 大家好 再來是曾經新聞台北市局長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來是賴宇聰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曾經專家王宇蓉 大家好 再來是文婕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了 今天事實上中國召開五中全會有 那這個習近平上個禮拜的談話 就已經很兇了 他說霸權霸凌霸道必將死路一條 然後他進出會場的步履姿勢呢 也被媒體上用放大鏡檢驗 好 創夏剛剛看到 習近平的腳步被外媒做文章 同時呢 他跟王岐山都落臉出來講話 今天是整個中國五中全會正式開始 可是這正式開始呢 要邁向2025 2035 中國怎麼樣在全世界完全的領先的時候 可是大家更關切的是 習近平的走路的方式 習近平的健康的狀況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是 他特別在23號 抗美援朝70週年的時候 他的講話 可是他講話呢 走的時候呢 突然很多媒體發現說 他走路呢 速度變慢 速度變慢了 有點瞞山的樣子 而且呢 有一點點身體往前傾 重心放在右腳上 然後大家為什麼對這個行為非常的關切呢 是因為他去年3月26號 去法國凱學門前面 走路的時候也是突然之間 跟剛剛看到的這個狀況一樣 而且後面好幾次 習近平只要公開講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講完話之後 站起來的時候 不是立刻站起來 要先用右手撐住 才能站起來 就是這個畫面 去年也是這個畫面 去年是這個畫面 就是那個右腳感覺比較沉重 重心放在右腳那邊 身體有點往前傾 所以他這一年多來 是不是壓力還是健康 舉步瞞山 大家就非常的關心了 可是在這關係裡面呢 因為這個五中全會是 共產黨大於國家 所以他在指導未來中國 未來五年十年 二十年的一個計畫裡面 習近平還要表達 他的一個強硬意志 而這強硬意志 今天一招開之後呢 他們的外交部長趙立堅 在今天下午剛剛出來了 出來之後呢 就表達他們抗美援朝的決心 所以趙立堅正式宣布 因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因為波音防務公司 因為雷神公司 這三家公司 在協助台灣 軍售台灣之上 一直給了 發揮了惡劣作用 正式公布 他們要制裁的實體清單 就是這三大軍火公司 而習近平在二十三號的時候 也特別在抗美援朝裡面 強調說 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 必然是死路一條 而這個死路一條 這件話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什麼 是當初毛澤東 要抗美援朝的時候 用的字眼 所以大家說習近平現在要 直接承接毛主席 而且他裡面呢 還特別引用毛澤東 毛選第五卷裡面的話是說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 是惹不起的 如果惹翻了 你們是不好辦的 然後又講了四次 也是毛澤東的話 要鳴記偉大勝利 推進偉大的事業 可是大家突然發現說 習近平在這個時候狀況呢 好像還是被很關切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上次去了 深圳之後 突然咳嗽提前離開之後 他這一次毛主席的話 他講得這麼強硬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 他竟然短短的這幾句話 十幾個字而已 看稿看了三遍 看稿看了三遍 口氣是比較慢的 體力好像看起來也受到影響 然後這個時候不管怎樣 可是大家會關心 為什麼這失誤權呢 因為發現情緒 情勢很奇怪 一個奇怪是什麼 他們這一次的時候 在16號 22號 短短的一個禮拜裡面 竟然開了兩次 政治局常委會議 把七常委 通通叫到我面邊來 你們不要在外面亂搞 你一定要在我眼皮底下 然後19號的時候 先去看軍事博物館 紀念抗美援朝 23號的時候 又去再紀念一次抗美援朝 又是把七常委 通通抓到身邊來 包含 先前覺得說 王岐山 好久沒出現的王岐山 怎麼也出來了 雖然王岐山的臉 在那張照片裡面 看到是撇在一邊 可是硬把王岐山拉出來 而且過去的時候 曾經傳說是 因為習近平想要換掉的 但是王岐山 立保的照熱記 在整個北戴河會議之後 也是首次的出現 所以看著起來權力結構 王岐山或這些狀況 是不是跟習近平這個權力 又有一些變化 而這變化更明顯的是什麼 當習近平剛剛講到 霸道霸權霸凌 這麼狠的時候 中國的網路上 廣傳的是 朱隆基 92歲生日 在上海那邊 人家給他慶生 穿著紅袍 然後24號 王岐山好久沒出來 竟然線上跟上海的 金融高峰會議 直接講話 而講的這些話 看起來就是因為朱隆基 和王岐山 過去都是比較跟美國和善的 所以是不是習近平 在這個過程中 一方面七長尾要抓在眼前 但是裡面好像還是跟 親美勢力 是有一些妥協 有一些變化了 所以所以去看的時候 而且當然大家更關心的是 經過這樣一段時間之後 你習近平 因為你十四五 接下來你的五年計畫 十年計畫 會有什麼變化 因為你剛才的時候承諾 從這一天開始 就已經是完成了小康社會 可是你小康社會有完成嗎 有成功嗎 因為你就談的是雙循環 看起來是有點內縮的 因為你後面談的是2035年 你已經這次沒有談 2025中國製造 已經把它給取消了 所以在2035能不能挑戰美國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 很奇特的小插曲 剛講到七長尾都抓到身邊 可是21號的時候 中國國務院開常會 可是開完常會之後 李克強講話 竟然在21號22號之後的每一天 通通沒有出現 所以中國國務院竟然直接在他的官網上 講說李克強認為 那個微型的企業 攤販經濟 個體戶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這個時候李克強 你看你在壓制李克強 李克強還是跟你打眼 所以習近平的這個走路一百一百 是不是有更大的問題 更大的鬥爭 大家在觀察 好 我請教石板明夫 怎麼觀察今天的這個五中全會 然後老人政治當中 王岐山落臉講話 那這個週末事實上 網路媒體也曝光了 朱鎔基的這個老畫面 90多歲 然後慶生的畫面 我覺得現在 先說一下習近平走路 不離蠻山的事情 因為上次去法國的時候 後來我專程打聽了一下 他們說那個馬克龍 請他吃法國大餐 喝紅酒喝多了 然後痛風犯了 痛風 這次是不是重陽節 又喝多吃了一些東西 也不一定 但是說這個 我覺得 這次王岐山出來 是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非常不尋常 為什麼呢 就是說王岐山 他一直很低調 就是他當國家副主席的時候 其實呢 他是負責外交的 但是說呢 很明顯他對習近平這種 和美國對立的方式 很不滿 所以他基本上 兩三個月才出來一次 建一些無光緊要的一個 一個政要 也不說什麼話 那麼很明顯 這一次呢 他是在叫 外灘金融峰會 外灘金融峰會呢 是在上海 是金融的會議 很明顯 很明顯不是他負責的 他現在還是現任的國家副主席啊 雖然他過去做副總理的時候 負責過金融 但是很明顯 這金融是一顆槍的工作嘛 而且現在習近平拿走了嘛 這個時候他是 按道理上不應該 他出來講話的 然後他就出來 要注意的話呢 是這次金融峰會的主辦人 叫陳元 是陳雲的兒子 哦 對 所以說陳雲呢 是怎麼說呢 中國當年跟鄧小平的 一個改革派 一個保守派 兩個人鬥得非常厲害的 一個共產黨的大佬 那麼習近平呢 很明顯 他現在呢 是跟鄧小平划清界限 那其實他就站在陳雲 這個光布下了 那麼陳雲的兒子 利邀王岐山出來講話 那麼王岐山 在這陳雲 王岐山 習近平都是太子黨嘛 很明顯太子黨是內部 可能有分裂的跡象 還有一個王岐山的講話 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在中國所有現任的領導人講話 必須有很多套話要說的 這是不得不說的 就是說 因為要表忠心嘛 第一個呢 是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這個或者是 要提現在最流行的就是 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這個要提 還有呢 中華人民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還有實現中國夢 這就是習近平的政權口號 還有政策方面呢 他如果是金融的話 最近一定要提一帶一路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最近最火的經濟 只叫內循環 這六個詞 王岐山完全沒有講 這就是非常奇怪 就包括李克 因為這是套話嘛 就是表示 我還跟你一條心嘛 王岐山從頭到尾 只講經濟 而且剛才講的 中國經濟不能走邪路 不能走歧路 不能走歪路 這很明顯在敲打習近平嘛 所以說 這個是表明他的一個態度 他的什麼態度呢 就是說他的 跟他非常近的 這個董宏被抓走了 這個任志強也被抓了 而且今年的 也是王岐山的人 蔣超良 湖北省委書記也被撤掉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大家看 這是奔著王岐山來的 王岐山一般的時候 會示好 就是說 表示我間接擁護我 表忠心嘛 這是一般的反應嘛 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官員了 自己的周圍人被抓了以後 就趕緊跳出來 表忠心 王岐山不但不表忠心 而且任何人看起來 按照中國共產黨 支持共產黨黨八股 王岐山這種講話很奇怪 又不是自己負責的 而且完全沒提習近平 而且習近平的所有政策 都沒有提 就是說 而且在暗訪習近平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不理你 我現在我表示抗議 表示不滿 你不管怎麼說的 你愛怎麼怎麼 就是 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就說我的 我有自信 換句話說 我有自信 你不敢弄我 而且所以說呢 現在看起來 王岐山最近一言串出頭嘛 出頭的明顯是什麼呢 現在是王岐山 習近平怕王岐山 王岐山如果在五中全會的時候 他突然間我辞职 我不干的話 習近平會將其苦難下 因為他還沒有布局不好嘛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 王岐山在先頭發難 而且很明顯 王岐山後面 有很多太子黨的勢力在裡面 嗯 這個就說明 習近平 王岐山在向習近平叫板 我看你怎麼辦 我就很明顯的 我就不聽你的 我就不服 我就不高興 把這種發出來 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很明顯 習近平呢 最近呢 把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 兩個頭 社長全換掉了 這是很少見的 一般是要換戒數再換嘛 這個很明顯 在五中全會之前 他要把這個 毛澤東說 一個筆桿子 一個槍桿子 要把筆桿子抓緊 他換上來的這個人呢 叫陀鎮 這是人民日報的社長 陀鎮呢 是當年 他是有名的左王 就是說在當年 2013年的南方周末的時候 有個新年献辭事件 他是作為 他當時廣東省宣傳部長 他就直接下去 改了報社的這個 新年献辭 所以弄成很大的 這個反響 香港就說他是這個 左王 就是當年的鄧立群 之後的左王 習近平把他 弄上來以後呢 就很明顯要加強 這個宣傳攻勢 但是習近平 突然剛剛上來 就有人殖民舉報他 說有六個情人 而且有很多錢 這個很明顯 就是說早不舉報 晚不舉報 上來第一天舉報 就很有明 很明顯大家 跟著對著干嘛 所以說呢 我覺得習近平 這個內憂外患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容易犯痛風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中國今天召開 五中全會 核心要追求的是 2035 主軸拉的基調 是打倒美帝 然而呢 川普的選戰呢 現在要打倒的是 中國拜登 我們看一下片段 什麼指定的 什麼指定 你會看在 Florida 和 North Carolina 如果画出了决定的初决 这不是把他们认为是 不像他们认为我们是要有一个大红洛 这一定是大红洛 它是要是一个大红洛 像你已经从来看的前面 因为人们都会吃これは看的 我们都会看起来 看起来及其他事件 在 Portland,Chicago,New York 《Crime》 他们都会吃了 但是你会有那些什么大红洛 用的那种感觉 大家都知道 沒意義了,我看他們說不可以做到很糟糕。 你看,如果人們會有報告, 並沒有人會出現。 我們有三成 four,三十萬人都出現。 我們有三四四萬人,通過半個的時間。 什麼我小的? 20萬人、22萬人? 您需要說的治療,但是有有什麼情況階層。 您用了説說,因為我們做疫情。 因为我们试骋更多的 全部试骋都准备了 99.9% 他们更加劲 他们以为虎人 人吗 我们的疫情 好 程翰剛剛看到的是 川普昨天接受媒體的訪談 他還在拼肇事的場合 拼最後的選戰的拉台跟吹票 川普為什麼說拜登是紅色拜登 我們今天特別來講一下 拜登家族中國利益的網路 然後我們會用圖表來說明 例子就是渤海華美 我們會看到幾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從喬拜登這個人開始 然後老爸官越做越大 兒子拉線做生意越做越大 後來老爸去做官事訪問 兒子去簽約收錢 剩下的就是smoking gun 指控說你就是那個big guy 喬拜登你自己有拿航特收的錢 現在就是這個smoking gun還沒有 但是現在利益網絡是越來越清楚 現在的新證據是這一個 一個公益團體叫做颱風機構 他所做的調查報告 他是匿名的 但是他的用詞非常的精準 而且他的資料其實不是駭客的 也不是所有都是公開資料 兩條路 一條是關 就是這個什麼時間點 喬拜登做到什麼關 然後他兒子杭特拜登的生意 什麼時候拉了什麼線 收了中國什麼的錢 我們一件一件事來看 我們先講一下證據法則 如果現在的出來的證據 而且是公開資料 如果有合理的懷疑 那麼這個舉證責任就會移轉 所以呢 這個華爾街日報就說 現在是拜登面對這些合理懷疑 要出來說明的時間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路徑圖 其實一開始呢 就是這個楊潔篪 當時2001年的時候 他是中國駐美國的大使 而當時的拜登 喬拜登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然後呢 楊潔篪當時就在拜登身上 做了很多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 這是在07年的時候 07年的時候呢 喬拜登第二次回國 做參議院委會主席 這時候他的兒子 杭特拜登開始做生意 開始成立公司去拉線 然後呢 2008年的時候 拜登變成了副總統 那麼喬拜登 專門成立一個公司 叫做Seneca 然後專門做融資跟關係 另外兩個關係人也出現 一個是他的生意合伙人 叫做Archer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的商人 叫林俊良 林俊良其實有 中國外交的背景 也有中國統戰部的背景 他是跟中國國際友好聯絡協會 還有跟外交體系的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都是非常核心的人 然後他的牽線幫這個 他們美國這些第二代 拉這個中國的關係 也是中間一個核心的人物 2009年的時候 他這個公司呢 就改成叫做羅斯蒙特 然後2011年的時候 航特有訪中國 當年8月 這個老拜登也去了中國 見了胡錦濤 也見了當時的國務院的 這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還到四川去演講 然後呢 到了12年的時候 就開始大做生意 撈錢 第一件這個事情 是拉了一個 這個萬象集團的投資 對於美國的一個能源公司 叫做Great Point 據點公司 萬象集團投了 4.2億的投資 另外給了15.2億美元的融資 那中間的就是 航特他們這一批人 在拉的線 第二個就是 這個2013年的 渤海華美事件 那各位這個照片 就是簽約的儀式 我們過去在提供說 班農的指控說 這件簽約儀式 是在美國 住北京的 這個大使館所做的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 看他的指控是這樣子 但是呢 這件簽約儀式 是公開的 喬拜登一直說 我不知道我的兒子來往 其實呢 這張照片是 有這個 活海航美CEO 還有這個 當時的這個 中國銀行的 方面的錢 他們做下來 而且這件事公開的 所以喬拜登其實 不太能夠說 為什麼一個公開的儀式 你兒子是一個核心人物 你卻否認知情 那麼這件事情的 時間點是這樣 2013年的 12月4號 這個老拜登 帶著航特拜登 做空軍二號 去了北京 12月16號 兩個禮拜以後 就簽了約 然後這個中國銀行 就投了15 1.5億美元進來 然後這個回扣 顧問費是3000萬 然後就email的 這個角色 就是說呢 如果2%的 這個顧問費 H要拿2% 其中有一半 要給Big Guy 那麼川普就說 喬拜登 你就是那個Big Guy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喬拜登 推不掉 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喬拜登戴著太陽眼鏡 然後旁邊是Hunter 然後喬拜登 右手邊 就是這個 他的這個公司的 這個Archer 這位牽線的人 那麼他們一起 打高爾夫球 14年4月的照片 也是在這個報告中間 那麼因此呢 我們最後說一件事 就是渤海華美 其實是一個 中國的官方公司 他現在的這個資產額 大概有6.5億美元 然後呢 如果他要賣的話呢 分析是指出 如果沒有中國官方的同意呢 是沒有辦法賣 最後我們講一下 這兩個圖表 在這個螢幕的 左手邊這個圖表 各位先看看 最底下的這一位 就是Hunter拜登 跟這個台灣的商人 叫做林俊良的 然後他們是怎麼樣的網路 然後林俊良的 除了上面的楊潔篪的 這個外交部系統的線 還有統戰部系統的線 去讓他在外面去做工作 而最上面就是喬拜登 跟楊潔篪 還有中共的高官 右手邊其實是把 民主黨政府 特別是歐巴馬 跟上面習近平 是在第一層 第二層就是有 當時的國務卿凱利 還有當時的副總統 喬拜登 還有就是楊潔篪 然後下面就是第二代 包括凱利的記者 包括Hunter拜登 還有包括林俊良 這等等人 然後從這些圖 我們可以看到 中間的這個官商的利益圖 是一個怎麼樣的來龍去脈 好那賴老師這一次 這個Hunter拜登的貪賭門 通宗門外界 可以看到這些年來 中國的對美工作 各式各樣的model跟情境 然後這一些華盛頓的政要 空手套白狼 一起發大財的結構 事實上台灣的觀眾朋友 閱讀起來 看起來非常熟悉 因為過去在兩岸交流當中 台灣的觀眾朋友 也很熟悉類似的結構 情節跟故事 那另外一個外界 很熟悉的是 這一次相關的關鍵字 在推特上面 一片被封殺 然後呢 YouTube 也封殺相關的 這一個關鍵字的黃標 然後Google跟臉書也封殺 於是呢 共和黨的大佬 現在揚言 Google 臉書 通通都發傳票過來 給我國會 給我交代清楚 另外一個部分是 外界 包含共和黨的大佬也追 Google這一類的社群平台 他們Hire了相當多的 中國籍員工 而中國籍員工呢 他們審查相關的內容跟議題 那於是呢 他們維護拜登 就把相關的 這一個內容審查 通通 這個刪除 或者這一個禁止 那推特上面 也有類似的情境 結果共和黨的大佬一追 這批中國的 集的員工 通通都拿 這個H1B的簽證 對 就是說這次 其實那個 因為推特 然後包括臉書 有關於這個 當那個拜登和 還有那個川普 他們在選的時候 就發現似乎 有關於拜登這個訊息 那特別是川普陣營 所釋放出來 拜登這個訊息 結果在那推特 在臉書上面 你要那個 要把它看出來 就變得很困難 那也因此 對於像那個Google 它在谷歌 它在這邊 翻譯現在又出了 這個狀況的時候 當然會引起更大的敏感 那特別是那個 在這個翻譯裡面的時候 過去的一些那個制定 基本上 那各種語言的翻譯 你基本上 你還就是要用 當地語言的 最熟悉的人嘛 也因此他用的是 那個不少中國人在那邊 那大家就開始會懷疑 這麼明顯離譜的錯誤 是不是因為那個 在Google工作的中國人 他們故意操作的效果 等等 那其實我覺得 那個有關於 中國籍的員工 他到底是在海外 做什麼樣的事情 有的是他自己 就是基於自己本身的 這個 政治立場 政治立場 或者是說 他就是故意要開玩笑 討厭川普 還是說 他有其他的圖謀 因為實際上 那個類似的 跟這個不完全相對 類似的狀況 其實也發生過 例如說 曾經就發生 那個在Amazon 他的那個 要去買書的時候 其實在台灣也發生過 有人要在Amazon 日本的那個網站 去買一些 中國很不喜歡 日本的那種寫的書 要運到台灣來 結果發現 那個Amazon跟他講說 對不起 這個書不能運過來 因為怎麼樣呢 他台灣啊 要接受中國的規則 這個書不能在中國那邊賣 所以不能送到台灣來 就台灣那邊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在以前不是這樣啊 他們就要懷疑說 是不是Amazon 在那個地方的 就是有中國籍的主管 在主導這件事情 那當然那個 也有人在講說 那個Facebook在台灣 可能也是有中國籍的 這個人他在處理 所以現在變成 有一些這種懷疑 但是我覺得 其實在這裡面 代表的是 這樣的一個氛圍 就是說 在這些高科技公司 或者說是 這些想要進入 中國公司 他們是不是啊 一方面是跟 民主黨這個地方 他們的那個利益的 那個交錯比較厲害 然後那個在川普 因為他對中國 會打貿易戰嘛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的 那作為 其實基本上來講 感覺不按牌理珠牌 所以說 他們是不是把他們的 壓在民主黨上面 即便說 這些公司 他叫進中國都進不去 所以說 但是是不是因為 黨派上面的那個要求 那另外一點 實際上 剛才那陳恩兄 也有整理出來 但我覺得 在剛剛看到 那過程裡面 最有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因為他剛才整理出來 有關於這個 那個亨特拜登 他在這個 成立的公司裡面 他有幾個這個網絡 其中有一個 跟台灣人有關 就林俊良 那林俊良 他介紹亨特拜登 是跟楊潔篪 在2012年 那個前後左右 那這邊大家就會想到 奇怪 就是說 那個 因為如果說過去 我們知道 因為在之前有提到 王岐山 王岐山 在那個美國裡面 有一個超級無敵 的那個 那個王粉 叫做什麼 叫做那個 Hand Possen 就是原來高盛之银行 後來當作 美國財政部長 那那Possen 一天到晚在講說 王岐山 是我的超級老朋友 兩個之間的 跟關係很密切 然後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一些 那個高盛 像那投資銀行 他在香港 也會雇用 例如說 不管是李鹏的女兒 等等這些 來建立他們 跟太子堂之間 一個關係 但是為什麼 Hunter Biden 這樣的一個人 他要跑去跟楊潔篪 他透過林俊良 去跟楊潔篪 去連上 那因為在之前也提到 就是上一段 也提到 就是說他和葉簡明的關係 是更晚 2017年 18年才出來的 那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 比較有趣就是說 當然那個Hunter Biden 過去可能沒有 投資銀行的背景 所以說他要進到那種 非常高階的 我們講說那種 非常精英的 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 他那邊有個門檻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林俊良這個地方 所介紹到的 那楊潔篪 楊潔篪在幹什麼 我們所發現 他是中國對台工作 那個小組 他是那個秘書長 那當然因為那個 國台辦主任 是那個 是王毅嘛 在那個時候 但楊潔篪 基本上處理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邊 當林俊良是 引誡 那個Hunter Biden 去跟楊潔篪 在見面的時候 當然有人講說 因為楊潔篪 也是那個外物處理的人 可是關鍵是說 要透過林俊良 為什麼Hunter Biden 他自己 難道他的爸爸是副總 沒有辦法嗎 要透過林俊良 但關鍵就是 這個跟台灣的國民黨 那個時候 國共之間的 那個合作交流 因為很多是在 這個國台辦系統 這個地方 所發展出來的關係 到底有沒有關 而且我們又發現怎麼樣 Hunter Biden 他在去中國之前 也透過林俊良 先來台灣一把 對不對 跟那個當時的這個 也是以前很多官二代之間 他們有一個會面 所以說如果把這東西 串來串去的時候 到底他們和中共之間的網絡 是怎麼在連結 是自己呢 還是說那個中間透過的是 台灣到底在這邊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不僅是台裔的人 還包括說台灣的政黨的勢力 他在這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另外一個 我是覺得在這次之後 可能會跟著也被翻出來 到時候不僅是美國那個地方 大家在那邊吵半天 可能之後到時候FBI 開始在調查說 不一定是要起訴 但是傳話你去當證人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說我覺得 現在在看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把自己 以為說怎麼樣 我們是置身事外 這當然選舉 我們沒有投票權 可是追查的過程 台灣到底會怎麼樣涉入 我覺得後面大家還要再看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個北京五中全會召開 那誓言2035打倒美帝 那川普指示他最後八天 要打倒拜登 中國拜登 老王剛剛看到的是 川普還在吹票 他還在吹他的經濟選民 跟中產階級的選票 對 所以這個 我知道我們這個謝社長 也是個川粉 所以謝社長這個週末已經發文 他就說他認為這個華爾街 還有一個大咖 還沒有這個出來表態 那這個人就叫巴菲特 不過我們上次上禮拜 跟大家講 其實華爾街的資金 已經做表態了 就是在支持 謝社長有講到這裡 他說已經就是在支持拜登 那究竟是華爾街看走眼 川普在演驚奇還是怎樣 謝社長也告訴大家 因為川普過去走了 四年的大多頭 那如果川普沒當選的時候 這個股市可能出現震盪 不過我們上次也談過 因為民主黨過去長期 跟華爾街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其實反正 明年華爾街 其實應該也不會太差 但短線拜登當選 的確可能會一些衝擊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根據財訊週刊報導 川普跟拜登 到底誰比較牛肉 如果你從這個川普 他是反對這個自由貿易 他強調要在自己 這家裡做基建 所以我們上次說 如果這個川普有機會贏的話 相關的基礎重工 這些你也可以注意 那如果是拜登 拜登他強調這個自由貿易 那所謂的自由貿易 大概就是要準備回去 再跟中國談 如果尤其是最近 這個他兒子事件 我認為這個可能 中國手上握有很多 他的把柄 那當你有把柄 掐在人家手上的時候 你要談什麼談判 就不好談 川普為什麼能夠 這樣子去對抗中國 就是因為他沒有把柄 所以這個是要最注意的 所以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不再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川普在接下來 中國談話 你看他剛才談話 其實談話 現在一定要是讓選民說 你選我會怎樣 那選別人會怎樣 他就告訴這些選民說 你要記得一個事情 因為上禮拜有談過 拜登是支持綠人產業的 綠人產業不是不好 但是拜登說要消滅 這個石化產業 要把石化產業歸零 要把石化產業 就盡量把它摒棄掉 2050年 那他的目標 所以川普就呼籲 這些賓州 德州 尤其德州就是 長期共和黨的大本營 告訴大家說 你要小心 如果給拜登當選之後 你會沒電 半夜冬天的時候 沒有暖爐 夏天的時候 沒有冷氣吹 用到一半電氣 還會沒電 基本上 就是告訴大家選民 電很重要 那電就要靠 這些所謂傳統油電 因為川普本來 就是傳統人員派的 所以未來 而且這兩州的業油炎 基本上都發大財 他還是有一定的產業 跟一定的工作機會的利益 我覺得他講這話 是要影響這個賓州的選民 因為賓州 我們知道目前是拜登領先 但是賓州是業也有 他就是石化產業重要重鎮 如果這個地方的 這些所謂的油業 人員業 石化產業相關的選民 能夠跳出來 也許能夠幫助他在搖擺州 扳回一點勝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相關 美國中國跟台灣相關的訊息 你可以發現美國的主流電信的廠商 在經過川普四年來的 要求美中貿易戰之後 你可以發現 今年已經很重要的例子 這是美國本土 從進口過來 電信商使用的 所謂的cell phone 智慧型手機 你可以發現 TCL是我們在廣東 以前美國電信廠商會怎樣 會去中國買一些大量白牌的 來貼牌賣 白牌手機來美國市場貼牌賣 就是電信商的經營 你可以發現今年以來 這個TCL是中國廣州 這個惠州這邊 一下做通信 通信這個手機商的 今年的這個出貨的占比 到美國占比已經大幅降低了 那還有其他 阿德斯幾乎也是中國白牌 都大幅減低 反而這個中國的 美國的這個Apple上升了 然後三星上升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美國的很多大型電信商 接下來要找這個白牌貼牌 也不會去找中國了 去找哪裡 去找印度 這會是 這當然是川普重要政績 他不跟中國靠攏 所以未來這個現象 能不能持續下去 我們值得觀察 那再講一個這個媒體 自由時報刊載的 他說這個根據 這個設備廠 因為我們知道 鴻海這個在這個地位之後 要有一個所謂這個 六代廠 這個面板的 那相關的設備廠 出來爆料說 現在幾乎是停擺了 那停擺的情況 這個之前郭董 有站出來澄清了 你可以發現他的這個 關鍵的是在這個 聘僱的目標的員工人數 跟原本預期的 實在差太多了 那目前這個 又被爆料說暫緩 不知道是因為這個 總統的選舉的關係 因為總統接下來 誰當選 我不知道會不會牽制到 未來的投資的關係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觀察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的情況 那中國情況呢 這個中國現在人民陷入了 這他經濟上面看起來很好 像習主席在上面喊話 那事實上 實際經營 實際人民的生活 是非常辛苦的 有一家 有一家叫華城中國 華城汽車集團 最近被這個 大公國叫 調降信品 被兩家 中國的這個 信民機構調降信品 為什麼 因為他連區區10億元的 這個借款都還不出了錢 10億而已 那他的背景是怎樣 華城汽車集團 我們看這一張圖 你只要注意那個 紅色的部分就好 紅色控股有80% 那是什麼 那就是遼寧省的 國資委 80% 那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 連10億的債務 都還不出來 那表示地方政府 很缺錢 很缺錢啊 而且他是國有 國有都這麼辛苦了 那你覺得 民營的車期 要怎麼經營下去 那他為什麼會出這個問題呢 我們仔細看 他今年3月份 這4月份到12月的 這個債務 是非常高的 堆疊出來 好幾百億的 也就是說 他今年如果熬過去 我們說有時候撐過去了 明年就沒事 問題是今年撐不過去 那就是 就卡住了 那卡住是 地方政府卡住 所以你看 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缺錢 零器也缺錢 那我們往下看 其實他去年的財報 你從財報上 不會很清楚找到問題 因為去年財報 他的獲利 2019年的獲利 還比2018年還好 而且關鍵你可以看 他其實是大中國 那麼多家 那麼多家車系 去年表現還不錯的 僅僅前四名 前五名的 那這麼好 獲利了一家公司 今年說 倒倒在了 被調降性 而且性別是 一口氣 連降四個平等 那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他的財報 這個叫做 應付的賬款 他應付的賬款 在這幾年快速的累積 也就是說 他竟然很多錢 然後累積了很多債務要付 那在這個地方 他借款都還不出來 所以導致這樣的 爆出這樣的危機 我打個操 所以如果以他去年在疫情之前 業績還不錯 那換句話說 這是整個產業的問題 而且他可能比較誠實 直接出來告急 其他人其實也可能在跑三點半 對 乘著嘛 所以你可以說 新冠肺炎對今年中國的經濟 是造成衝擊 而且衝擊 我覺得比較貼近 李克強講的事情 而不會是習近平說 大家很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就是中國的人民 你看一看到這個 所謂的國家掌控的企業 都已經跟你講說 我錢還不出來 那人氣了 那其實是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華盛中華就已經 發出一份公告 這是給員工的 說有些要調薪 有些要暫時輪修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 目前中國人民 這個在求職上 所運營到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內部的選舉 只剩下最後八天攻防 不過今年因為有通信投票 所以外界預估11月3號 是開不出最後結果的 可是同時西太平洋 美日聯盟聯合抗中的局面 是非常鮮明的 對 我們先談一下 就是說看到習近平 最近一些公開的談話 表面上都非常的強硬 那特別是對美 不過這樣的一個強硬的姿態 其實我認為他內心 反而是呈現一個 焦慮跟恐懼的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先看到就是說 最近政治上的 這些強硬的談話 包含像這一個 利用紀念抗美援朝 七十周年的談話 講到什麼中國人民惹不得 然後要這一個 要以戰指戰 以武指歌 那接下來我們看 十九屆五中的 全會召開解放軍報 馬上就奉承上議 那在用評論員方式在談說 現在要瞄準強敵對手 要聚焦軍備 準備打戰 那這樣的一個強硬的姿態 其實我們觀察認為說 他最近配合他的一些 解放軍的軍演 其實整個一個態勢 從過去本來他四月的時候 是打算用這種 以謀霸的方式 那採取的都是這種 外向擴張型的 侵略型的一個軍演 但是到八月開始 逐步我們可以觀察 他已經改成 這個內縮型的一個 國土防衛的一個演習 那包含像這一個近期 他的這個七十三集團軍 本來是用來這一個 對台作戰為主要目標 但是他變成頻頻在演練 所謂的這個無人機的一個攻擊 那同時像他的南部戰區 也在這個演習 包含像這個模擬 遭到敵軍襲擊機場 那連中部戰區的 這個地空的導彈旅 都拖到大漠去試射 所謂的這個防空飛彈 那其他的部分 包含像中共的媒體 最近在談到這個 美軍的軍演的時候 這個動態都非常的一個 這個一步一驅的在關注 包含像先前講說 這個雷根號在南海 這個進行大規模的傷亡演習 然後這個要到印度洋 突然拉回進入南海 他們又說這不尋常 包含像美軍把MQ-9的 這個無人機部署到太平洋戰區 都讓他們這個呈現一個 非常恐慌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 等於說我們看得出來 習近平等於近期 他對於可能這個美中 可能爆發所謂的熱戰 或這個局部軍事衝突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非常的一個擔心 所以在這個向解放軍頻頻喊話 要全面的備戰 那同時他又怕內部情勢也不穩 所以又要這一個軍隊 要聽黨指揮 然後要絕對的忠誠 這樣的一個面貌呈現出來 就是說事實上 習近平面對美國的壓力 的確非常大 那當然美國對於中國的全面圍堵 完全也沒有鬆手 所以這個美日印澳的 四方對話跟聯盟 先前把這四個印太戰略的資助 先把它架好 接下來包含他們美國的國務院 也談到說未來都會繼續 加入其他的一些周邊的國家 包含像其實台灣未來也有機會 或者是像包含南海重要的菲律賓 越南或者是印尼馬來西亞 可能都會逐一的慢慢的 把它拉進來 所以我們看到除了這個美日印澳 在圍堵中國之外 另外一個更值得觀察的是說 先前我們看到美國的國防部長 艾斯培談到說中俄之間 他們的一個同盟事實上都不超過十個 那這話才一講完 結果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出來講話的時候 被問到說中俄有沒有準備要軍事同盟 沒想到他的答覆是說 目前並沒有軍事同盟的必要 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真的是讓外界觀察到說 其實俄羅斯有他自己的盤算 因為今天如果中國真的惹怒了美國 美軍對中國開火的情況之下 如果中俄有軍事同盟的關係 恐怕俄羅斯都要跟著被迫要出兵來對付美國 所以我們看到俄羅斯有他自己的一個算計 所以你先前我們觀察到說 他本來出售給這個中國的S-400防空飛彈 因為爆發了中國間諜案 結果突然轉手先給印度 也就是說近期他反而是全力在支持印度來對抗中國 所以中俄之間的同盟的關係有沒有這麼緊密 其實不如外界的想像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變成說 如果連北方的一個 原本他以為的盟友都已經送動的情況之下 加上美日印澳四方來聯合圍堵 中國變成一個被全面包圍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們觀察最近事實上習近平的講話 這個暴露了非常多他的焦慮跟憂心 那他當然對外這個指責說 那暗指美國 他講說搞這一個霸權霸道霸凌 最後是死路一條 但是我們在觀察 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正是中共政權現在自己的寫照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內部大戰的同時 中印關係還在惡化 而且印度現在可能是全世界最反中的國家 習近平說把中國人惹起來了 惹翻的是會不好的 但是印度人跟你講說你不要惹我們印度人 惹到我們印度人 我們印度人也是立刻會報復的 最近印度的西孟加拉邦 就在慶祝多加女神節 那他們現在整個印度最討厭的 最恨的就是中國人 所以他們把印度的牛魔王 叫做馬西莎的 這個頭竟然特別做出來是習近平的頭 所以你看他們的整個雕像裡面 竟然是把習近平的頭 做成是他們恐怖的邪惡的牛魔王 然後杜爾加女王在印度的神話裡面 他最後是一個邪不勝正的代表 杜爾加女神一定可以把所有的邪惡給處理掉 所以他動用了獅子把這個牛魔王的頭 一頭給咬下來 也就是習近平變成惡魔的雕像 所以他直接弄了習近平的人頭這樣斬首 對 這樣子把他弄下來 然後還大啦啦的撥 而且這個牛魔王是一個邪惡的 是有很多陰謀詭計的 所以他們做這個牛魔王的習近平的頭還有一點笑臉 更是象徵你們就是這個邪惡的一個象徵 所以你看印度反衝的這個情緒到了多麼的高昂 等於是這是一個牛魔王 可是傳統的牛魔王這一個在印度的傳統的惡魔形象當中 有他具體的樣貌 可是他把人頭改成習近平的人頭 是的 所以印度人多麼的是 你惹翻了印度人你是不好辦的 然後這不止如此的 包含是現在他們的一個國際頻道 國際頻道他們的主播前一段時間訪問了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憲 那印度大使館又跟上次國慶日一樣 又發個公文是說你們不應該要重生一個中國 就他們的主播一樣是不甩你的 所以就直接你看就把他的推文 把他的公文 中國來的惡劣的公文 不禮貌的公文 你看又把它貼出來了 貼出來之後又告訴你說 這個是中國 又來侵略我們了 他後面貼出來之後還講說 我非常高興能夠訪問台灣的外交部長 完完全全不甩你 然後整個印度的網民 網軍又過去力挺他 又開始去大罵中國人 而且這個東西都只是印度民族的情緒 而現在軍事衝突又出發了 而這次出發的狀況 我們到前面的時候拉達克是在印度和中國交界 是在印度的西北邊 這一次是在東北邊這邊出事了 這個叫做阿魯恰吉爾邦 這個地方就是當年1962年中印戰爭的戰場 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爭議 結果印度的一隊士兵二十幾個人 在鄉村裡面巡邏的時候 突然之間被中國的解放軍神秘地包圍起來 把他們給拘留起來了 拘留起來說他們侵犯了 因為這個地方他們還認為是未定界 所以把他們拘留起來 結果下面是25號發生事 結果印度的國防部長辛格 立刻在25號就到那邊的大吉林 教育軍團 就好馬上就看那些軍隊 教育軍團視察修往那邊的公路 然後特別講了 印度的士兵絕對不會失去印度的任何一寸土地 所以現在不只是拉達克那邊出問題了 現在連東北這邊 莫托那一帶 洞朗那一帶 恐怕中印又有新的紛爭 那中印在紛爭惡化的同時 印度想要找上台灣來簽貿易協定 所以現在可能整個台灣 在亞洲第一個 搞不好會有正式邦交 會有好關係的是印度 印度現在尤其是他想要立刻說 要求他們的商務部長或怎麼樣 趕快來跟台灣簽貿易協定 他們是用社論在講的 而且是主要是電子業 因為他們現在發現說 整個電子業 中國簽出來的 或我們的3C產業 它是最主要生產工廠 所以希望他們成為全世界 第一個跟台灣簽了 貿易協定的一個國家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那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或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推管上面 也有官方的帳號 而我們YouTube平台上面 不定期也會推出網路獨播版 跟這一個精華剪輯的片段 歡迎觀眾朋友鎖定 分享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Yahoo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唷